邓肯肩膀上扛着爱衣,第一个穿过那大洞,踏入了上下颠倒的走廊,其他人依次跟在他的身后,凡那这次则走在了队伍最后面,以防偷袭者突然出现。 队伍谨慎地在走廊中穿行着,每个人都在时刻关注着周围的动静,同时仔细观察着走廊中的每一处结构。 而在踏入走廊之后,他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此前在入口处不曾注意到的细节。 这走廊不只是上下颠倒那么简单,扭曲与怪异无处不在。 尺寸规格明显不统一的门糊乱镶嵌在两侧的墙壁上,有的正着,有着倒着,墙壁上偶尔可见圆圆的闲窗, 然而窗口对面要么是墙壁,要么是另一扇门或窗户,一些怪异的几何凸起突兀的出现在墙壁或地板上, 那看上去就仿佛是别的地方的房间结构,却错误地融合到了走廊里面。 黑药10号内部的状态就仿佛被某个恐怖医生操刀改造过的巨兽脏腑, 其所有的内脏都胡乱扭曲地堆叠,连接着,房间交错,大门歪斜,出口与入口随机地连接在这条疑似主干道的走廊中,而在这条走廊的尽头。 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昏暗中潜伏着。 幽灵船内部十分安静,只有众人的脚步声扣积着原本应是屋顶的地面, 这声音在船身内部回荡,其中仿佛还混杂着别的什么东西。 妮娜和雪莉多多少少显得有点紧张,爱丽丝的状态倒是还不错, 这人偶倒不是勇敢,而是严重缺乏常识, 她所有的乘船航海经验都来自于同样邪门诡异的诗香号, 因此她并不觉得这艘幽灵船里面的情况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就这样向前走了不知多久, 这条悠长的走廊仿佛在黑暗中延伸得没有尽头, 前方的区域也显得愈发昏暗下来, 邓肯便戳了戳肩膀上的鸽子,照明。 爱一顿时尖锐地大叫起来,拿上这把太阳能战斧。 拥抱战斗的荣耀。 随着这鸽子的一阵渣户, 一阵明亮的绿色火焰便在她身上升腾起来, 熊熊燃烧的烈焰一下子驱散了走廊中的昏暗。 凡娜愕然地看着这一幕, 小声跟前面的莫里斯嘀咕着, 这只鸽子,竟然还能这么用的。 莫里斯的语气倒是特别淡然, 船长经常这么用, 有时候鸽子不在身边, 他也会用自己照明。 凡娜。 但这一次, 不等他再次感叹传说中的邓肯船长和现实中的邓肯船长之间的巨大落差, 一阵突然传来的响声便打断了所有人的行动。 咚咚咚, 那听上去是沉闷的敲击声, 就来自附近的一扇门后。 所有人瞬间停了下来, 一道道目光同时集中在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是一扇蓝色的房门, 房门上写着船长式的字样。 从正常的舰船结构来讲, 船长式当然不可能在这个位置, 然而在这已经完全混乱, 各种舱室入口胡乱堆叠的幽灵船上, 任何一扇门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可能的。 咚咚咚, 敲击声再一次响了起来, 比刚才还要明显, 而且显得有些急促。 就好像那扇门后躲着一个海难之后的幸存者, 在听到走廊里传来的动静之后, 焦急地拍打着房门想要引来救助。 凡那默默地伸手摸向了身后那柄巨剑, 雪莉微微抬起了手中的黑色锁链, 妮娜往爱丽丝身后躲了躲, 爱丽丝则抬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邓肯面无表情地来到了那扇门前。 咚咚咚的敲击声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响起。 但邓肯并没开门的意思, 他只是曲起手指, 同样在门上敲了两下。 里面的敲击声突然停了下来, 似乎发出声音的人有些错愕, 在几秒钟的安静之后, 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 从那扇蓝色门后响起, 外面。 有人吗? 有。 邓肯淡淡说道, 啊,太好了, 我是黑药石号的船长, 我不知道船上出了什么事, 但我被困住了, 那个沙哑低沉的声音立刻说着, 门外好心的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能帮我打开门吗? 叫我邓肯就行, 邓肯说道, 同时向身后压了压手, 是以其他人稍安物造, 在开门之前, 我想确认一下, 你真的是黑药石号的船长。 当然, 我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巴贝利, 您可以从港口事务局查到我的名字和证件号码, 我的证件就在房间里, 那个声音立刻说道, 不过, 现在这扇该死的门不知为何纹丝不动,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走出来向您证明我的身份。 下一个问题, 邓肯没有理会门中人的叙叙叨叨, 而是继续问道, 今年是几几年。 今年, 门里的声音明显愣了一下, 大概是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古怪, 但还是回答道, 当然是1894年, 这有什么问题吗? 邓肯回头看了莫里斯一眼, 后者轻轻点头。 1894年, 那是黑药石号发生海难的日子。 想到那场海难, 莫里斯突然上前一步问道, 请问这位船长, 你知道你的船上有一个叫做布朗斯科特的乘客吗? 乘客? 蓝色门后的声音有些迟疑, 我可没办法记下船上每一个乘客的名字, 但, 你说的是布朗斯科特?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我可记得, 是那位民俗学家, 他是个有名望的人物, 我和他聊过几次, 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很瘦的先生, 头发与胡须总是一丝不苟的, 他对各个城邦的丧葬风俗很有研究, 而且对寒霜更北方那片风洞海域也很感兴趣。 听着蓝色门后传来的声音, 莫里斯轻轻点了点头, 低声对邓肯说道, 没有偏差。 神智清晰, 记忆完整, 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名字, 一旁始终没开口的凡那突然打破了沉默, 但不排除是汲取了人类记忆和情感之后设下陷阱的邪恶生物, 这种东西在幽灵船上并不少见。 哦, 那倒是没什么影响, 只要确实拥有那位船长的记忆就行, 邓肯无所谓的说道, 怪物也可以先讲道理事实, 道理讲不通就讲物理, 总是能说通的。 凡那呆了呆, 这倒也是, 邓肯将手放在了那扇蓝色木门的把手上。 我要开门了, 巴贝利先生, 他对门内说道, 随后, 他转动了那把手, 与之前所见的那些完全嗅死的舱门不同, 这扇门看上去毫无损坏的痕迹, 当他转动门把的时候, 立刻便传来了索心转动的轻微声响。 门打开了, 在所有人略显紧张的注视下, 邓肯推开了这扇门。 一个颠倒错乱的房间呈现在众人眼前, 所有的墙壁都歪歪扭扭, 天花板仿佛要完全塌下来一般歪斜, 房间中原本的陈设被胡乱融合在附近的墙壁和地面上, 就仿佛被木头和金属掩埋, 露在外面的都是半张桌子, 半张椅子这样残缺不全的部分, 正对着房门的墙壁更是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那洞口对面黑沉沉一片, 不知通往何处。 而这颠倒错乱的房间中空无一人, 邓肯朝着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扫了一眼, 但下一秒, 他便听到那位克里斯托巴贝利船长的声音, 又从蓝色门后转了过来, 啊, 您把门打开了吗? 我好像感觉到了晃动, 可这扇门还是在我手中纹丝不动。 我是不是出了什么感知或认知方面的问题? 可以帮帮忙吗? 我可能在这海上困了太长时间, 已经有些不太好的症状, 如果有一位牧师愿意伸出援手那就更好了。 邓肯皱了皱眉, 他走进错乱的房间, 慢慢将那扇门转过来, 看向门板后面。 他看到了那位克里斯托巴贝利, 一团, 仿佛残缺的融化蜡像般的东西粘附在门上, 那变形塌陷的结构中 依稀可以看到一只贴着门板的手臂和几根连接着手的纤维术, 以及一大团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本体。 这团可不而扭曲的事物就这样和门戎接在一起, 当邓肯注视到他的时候, 他还在微微掌缩蠢蠕动着, 并从其结构的某个部分发出嘶哑低沉的声音。 啊, 我看不到你们, 你们进来了吗? 房间里可能有些乱, 之前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震动, 随后我便没有收拾过房间。 我的视觉好像有些问题, 但问题并不是很大, 现在最麻烦的是我没办法移动身体, 我好像已经忘记该怎么控制自己的手脚了, 对了, 你们带着医生吗? 我觉得这些人贴 tekn贴, 我真的اغ captions 从来评论 请由声音